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之后会选择创业 希望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卢州区 看看一间由刚毕业的年轻人开设的饭团店 不同口味的饭团搭配不同的蛋料理 相当的特别 每天限量推出的糖心蛋是这间饭团店的招牌之一 饭团除了可以搭配糖心蛋去外 还有以日本玉子烧方式料理的葱蛋 也是店内的特色之一 糖心蛋的话它是半熟的蛋 然后是酱油腌制的 前一天会先腌好 那我们都是限量发售 搭配饭这样隔个吃 就蛮好入口的 有卢蛋跟糖心蛋 其他都是用玉子烧的蛋 它像那种煎熟的然后打散的 然后里面我们会搭配像菜包啊 九层塔或是葱蛋 炒在玉子烧里面 然后卷在一起包在饭团里面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松软 不会说那么硬这样子 这里的饭团不但口味多元 不怕消费者吃腻 饭团外面还特别包裹了一圈海苔 深受许多小姐的喜爱 如果搭配饮料 其实相当有饱足感 他们家的饭团就是 你如果早午餐的话 你差不多九点多到十点多来这边吃 你中午可以不用吃 你到了下午还是有饱足感 那他们家的豆浆呢很纯又很好喝 所以很推 许多人都喜欢吃饭团当早餐 但是由于饭团多以糯米制作 很多人会有胀气的困扰 因此业者特别选用小米跟糯米一起搭配 口感也跟传统的饭团不同 我们饭有点不一样 就是有餐一点小米 原住民的小米 这样早上吃的话比较不会消化 比较不会脏气 然后糯米量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吃起来会比较软 这间饭团店虽然不是很大街 但是由于位在热闹的市场出入口 常有买菜的民众会顺道绕过来买 业者希望用心制作的饭团 能为大家开启活力的一天 记者沈仲林锦鱼 卢州采访报导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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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